蓝色超悬跑车开上路 但仔细看又玄机 你没看错整台跑车 没有钢板没有铁合金 九层以上都是乐高积木 没有用粘着剂 单单靠着砍合 组装而成 用上电脑模拟人力拼接组装 这台跑车耗费超过 100万个乐高零件 花费超过13000多个小时 才打造而成 能够以20公里的时速 承载一名成人上路 直击乐高工厂 每个乐高积木在被生产之前 都得历经多项测试 为防小朋友受伤 防裂防破碎是重中之重 承受重机抛植 多项测试之后 积木玩具不能有破碎痕迹 这才算是过关 你看这些情况 我从来没有白码 但它没有装 我们经营了 4.9亿万的乐高工厂 我们预设 每个 NFL 工厂成为 能够充满了 我們到達2030年